香港警方近日針對濫發免針子的造假案開展打擊行動 在拘捕及通緝7名合共濫發3萬張免針子的黑衣後 公務員事務局伏光了其中300名光顧者為公務員 西九龍總歐重案組經逐一分析個案及邀請衛生署專家對當事人病歷等全面評估 以涉嫌串謀詐騙拘捕4名女公務員包括社會福利處社工及公立學校老師 他們涉嫌以500元至2500元向其中5名接案西依買免針子嚴重違反公務員守則和防疫規定 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重要組成理應作市民的表述保持連結手法誠信不压至為重要 特區政府一直呼籲及鼓勵市民打防疫針是希望減低傳播風險及社會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而公務員更應以身作則而有人以為法手段騙取免針子的行為自私 不僅會令自己承受感染風險更會令身邊同事及接受其服務的市民增加風險 例如4名被捕者的工作要接觸學童及長者可能為市民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據了解警方將對3萬張可疑免針子進行大篩查繼續追究違法持有免針子者的刑證 此次事件令公眾質疑公務員使用攝氏醫生濫發的免針子欺騙政府及製造防疫漏洞 以撥亂反證